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呢我们每天我们要呼吸两万到三万次 呼吸一进一出我们的身体有一万二千升的空气 然后呢在室内的时间就是因人而异了 但是最少也有十个小时 最多的话呢有可能是二十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们吃饭睡觉以外 我们还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边待着 所以呢最少都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时间 甚至是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我们是在室内度过的 所以呢其实空气质量对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一呼一吸大量的空气 但是我们待在室内是不是就健康呢 大家说室外有PM2.5 我就待在家里吧把门窗都关上 那我其实可能就安全了 其实不是的 即使我们待在家里 我们也还是会碰到很多空气中的不速之客 那这些不速之客 它有细小的颗粒物 还有有害的气体 还有病毒和细菌 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两个简单的数据 一个是在我们的环境生态部公布的一个公告 就是2018年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公告里边 它提到了一个数字 就是说在2018年里边 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仅仅有121个的空气是达标的 那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全国有60%以上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呢 其实它的空气标准 还是没有达到我们国家政府颁布的一个合格的一个标准 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呢 就有一个数字 就更让大家诧异了 那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 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呢 是占到全世界死亡总数的九分之一 这个数字挺可怕吧 所以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是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守护我们的呼吸的健康 这个是大家在考虑的问题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安利公司在考虑的问题 所以在十年之前呢 我们已经是率先在中国的市场上 推出了我们现在在卖的一新空气净化器 而在2011年开始 我们的市场 在中国市场的空气净化器的销量呢 就开始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 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呢 PM2.5和空气污染的问题呢 被更多的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了 所以呢 安利公司对于这个市场商机的一个领先的洞察 不但是可以让大家 用一心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而且呢也抓住了2011年到2017年 这一波中国市场对于空气净化器的需求上涨的这样一个红利 其实中国的市场对于这个空气净化器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是呃成长一个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其实国家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市场 去避免市场上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去危害大家的健康 而且呢让这个标准更清晰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 它开始去制定和修订 我们的一个空气净化器的一个国家标准 那在2016年的3月1号呢 就是正式实施了 那么这个新的一个修订的国标 它对一个空气净化器 是提出了一个三高一低的一个综合考评的模式 什么叫做三高一低 三高一低就是说 它的空气 洁净空气量要足够高 它的一个累计的净化量 也要有效 还有一个就是耗电的等级 要低就是说 它尽量少的电 可以达到了前面的两个一个高的指数的一个效率 而同时呢 在三高的时候又要做到一个低 也就是说它的噪音不能够高 只有这个中和的水平 是达到了三高一低的空气净化器 才能够被称为是一个质量优异的空气净化器 而我们安利公司 现在在卖的那个一星净化器 已经是首批通过这个修订国标的产品之一 虽然这个国标对于很多市场上不合格的产品 是起到一个冲刷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很多市场上不合格的小品牌 小厂家被它刷下去了 但是安利公司的产品 正因为它对品质的追求 而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这个修订国标的一个考验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熟悉安利产品质量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一定不会仅仅满足于符合国家的标准的要求 对的 所以在2019年我们要推出全新升级的一星空气净化器 这个净化器的使命是要为大家多虑点安心点 我们要内外兼顾不断地进步 但是我要特别说一下的是我们的新一代的一星 它的一个高能的颜值 因为现在净化器我们是作为一个客厅的一个电器产品 摆在我们的家里 那么它要帅气的外表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当大家下班以后或者工作以后 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边回到家里 关上窗户 打开这个一星 在一个非常的安静 干净 纯净的客厅里 和家人去轻轻细语 这是不是一件很显异的事情呢 所以大白必须要养眼 必须要有漂亮的外形 那这一点我们是很注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无忧的售后 那现在呢 我们的一个空气净化器 就是说现在旧的空气净化器一星 它是两年的保修期 为了让大家更安心地使用 我们新一代的一星 我们的售后的保质期 是去到了五年的时间 那么 在五年之内 大家只要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获得一个上门维修的服务 那为什么我们公司 敢于去做出这个承诺 去提供这么长的一个保修期呢 那是来源于我们质量保障的底气 所以呢我也要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我们对于质量的一个承诺 那其实为了保证每一台出台的 出厂的一星空气净化器 都能够符合国标的要求 甚至是高于国标的要求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系统化的质量体系的管理 ISO9001 那么从这个来料的检验 到到把关 然后自动化的生产线 对在线的数据 进行这个实时的监控和分析 还有到最后一个成品出厂之前的检验 我们是用22道的工序来检查我们的成品 去确保每一台出厂的成品都是合格的 所以我们能够提供五年的售后保障 是因为我们来自质量的底气 这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价值所在 好了 那我们知道 市场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也是给有准备的空气净化器了 我们的新一代全新升级的空气净化器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市场上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市场是怎么样子的 那其实呢 中国市场还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市场 但在2018年开始 空气净化器的增长其实是放慢了 进入一个调整期 特别是在2018年的下半年 到2019年的上半年 它的发展没有说像之前那么翻倍的成长 但是我们也从权威的调研机构 获得了一个数据 从2019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们的空气净化器的市场 会逐步回软 那么在连续的七年里边 中国净化器的复合增长率会达到9.1% 那么在2021年呢 全国的空气净化器的市场 销售的金额可以达到221亿的人民币 其实这个体量还是在的 市场还是有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在等待我们 那其实呢 中国的市场还是在一个起跑的阶段 按照统计呢 全国范围内 它的一个市场普及率 平均只有5% 所以我们假设 我们跟这些发达国家 譬如说日本 韩国 欧美 去看齐的话 那其实中国的市场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那预计在未来的5年里边 我们的这5年总的一个空气净化器的销售 是可以达到2000万台 市场普及率可以上升到10%到12% 那我们的市场普及率 能够涨到10%到12% 那是有依据的 那这依据来自哪里 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经济 在不断地发展 在2018年3月 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期间 我们国家发改委 何立峰先生指出 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4亿人 中产阶级具备良好的消费能力 而且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会 为他们的呼吸健康考虑 那此外 其实人们对于室内空气危机的认识 也会越来越多 譬如是说 为什么韩国 他们的空气净化率 那么 空气净化器的普及率会那么高呢 那就是因为 他们更多的是用空气净化器来应对 室内的污染危机 还有 在2018年 我们的国家统计局 也公布了一个数据 在这个调查里边呢 他可以看到 就是2018年 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支出情况 的一个报告 那在2018年 我们全国的公众 花费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和2017年同比 是上涨了16% 那么它是其他消费里边 上涨比例最大的一个支出 这些年来 大家是不是会发现 身边跑马拉松 和去健身房的朋友 也会越来越多 有没有这个趋势啊 那就是说 其实大家一方面通过运动 来提升自己的一个 健康免疫系统 然后呢 其实 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提升 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想一下客观条件里边 我们的空气危机 我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对吧 那特别我们家里呢 还有我们的老人家和小孩子 那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趋势 在改变 那自从国家实行了 这个全面二孩的政策以后呢 在2016年出生人口是 攀升到了1700多万 而人口老年化 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的老年人口 在2017年 也达到了1.6个亿 也就是说 在我们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的家里边 其实我们也会有 更多的小朋友 小BB 还有我们的老人家 都是需要特别地关注 这个呼吸系统的健康的 那所以 对于他们来讲 这些呼吸系统 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来讲 空气净化器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而趁着这个 全新升级的一新净化器 即将推出市场的这个契机 我们也采访了我们一些 对于这个空气净化器销售 很有经验的营销伙伴们 那这里也分享一下 他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分析 是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些商机 有怎样的契合度 有的朋友说 我会从品质生活来着手 去倡导我们身边的朋友 要追求一种 有品质的家居生活 对的 我们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享受生活 而呼吸健康 才能有更好的体魄去工作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另外一些朋友就说 我会非常关注我身边的朋友们的健康 和亲人们的健康 帮助他们认识 生活中的一些健康风险 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 那其实 余总在联会上也说过 创业也是很温暖 那关心 通过关心身边朋友的健康 去推荐这个异性空气净化器给他们 也是一件很暖心的事情 给他们点赞 最后有一些很熟悉 我们的空气净化器的技术特点 技术卖点的朋友就说 选择一款空气净化器 选择的是它的一个技术的实力 和售后的保障 所以呢 我会从这个功能原理去带入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顾客 为什么要买安利的异性空气净化器 对的 我们公司有信心 我们对产品的承诺有信心 我们可以获得顾客的认同 十年来 营销伙伴 他们的销售经验的沉淀 和我们安利公司 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 市场口碑的树立 为全新升级的 一新空气净化器 做好了上市的准备 我们和大家一起努力 迎接下一个市场机遇的到来 一新将继续守护大家的健康 为大家多虑点 让千家万户 安心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